吃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司小凤 刚刚啊 喂完鸭 现在呢 准备又出发去我姐家 这次去啊 就不是问她要钱了 去她家吃大餐 她说啊 那个鸭子卖了 也没有给我做好吃的 已经有十来天了 所以说啊 她今天呢 叫我过去她家里面吃大餐 也不知道她给我煮了什么大餐 上次去青州市的时候啊 她叫我请她一扎四口啊 吃大餐 花了我几百块钱 这一次啊 幸好啊 她不用叫我买菜去 如果叫我买菜去啊 打死我都不去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也不知道她那里 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走 先去看一下 我们这里啊 全部是甘蔗 甘蔗之虾 太多了太多了 现在出发去我姐家 我们这个路啊 还是很好走的 全部是平路 电动车 三轮车 小车都可以进来的 没问题的 开始擦田了 开始擦秧了 这里 现在终于到我姐家了 她应该上班回来了 她的车在这里 也不知道她煮熟菜了没有 弟弟 你妈妈呢 在厨房呢 在厨房 在厨房啊 对 她今天给我煮什么大餐啊 不知道 不知道 看上你妈妈给我煮什么好吃的 大姐 这么急急忙忙的 叫我回来吃大餐 有什么大餐吃啊 就这个仪啊 这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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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仪很好吃的 也掉了 掉了 对啊 还有什么 这些 这些配菜 这么一点够吃吗 这个我刚才吃完 这里还有一些中午吃的菜 都没有什么菜啊 我还以为真的有螃蟹龙沙呢 有啊 不要煮了 就有了 看什么看 干什么 洗菜 啊 阿嬷太洗了 你不叫我过来吃饭吗 吃饭我喝一口吃了 洗去吧 对啊 还说叫我过来吃饭 叫我过来干锅 这种事 哎呀 吃菜 要吃饭了吗 你买一买什么菜 我看你 买了买了买了 买了买了 买了 买了买了 买了 买了 吃不完可以叫小小小玩 吃不完 老子打包一下给他 可以啊 我跟他打包一下 给小小小 打包什么 我给他的口味 跟他的鸡酱 他吃了 这个鱼很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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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很爱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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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教我过来嘛 还要干活 早知道我就不过了 下次啊 我要等我姐 把菜煮好了 我才过来 分的话过来 又得干活了 这个就是我姐煮的酸菜 那一看着不咋的啊 大姐 咋的 咋的 你的手艺行不行啊 到底 行啊 行啊 你不准备你吃 小猫 小猫 都完了 这里有 这里有 这个 你干嘛 你拿我碗 你切了那么多吗 可以的 你过来说 那里有个小碗 你拿这个小碗 干什么 吃饭 哪里有小碗 这个太小了 我跟你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按你那么小 不然哪里能吃那么多 我打点 我打点 我干嘛 你吃了一个月的快餐了 他吃了一个月的快餐了 他吃了一个月的快餐了 他吃了一个月的快餐 他没有吃 他没有吃 他不管我的事 你要吃不吃不吃 指定 你给我打点个小猫 指定 你也吃不完 你们家人 我最爱吃的 你还把小猫 拜扇 你爸爸饿死他 不是 他一个月没有吃这些东西了 打点给他 那我们什么事 他也没有吃过 我们什么事啊 打点这个给他 打点给他 打点给他 真的是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来的时候啊 我非常的开心 但吃饭的时候 我就一点都不开心了 刚刚你们也看到了 我本来啊 想打包一些 给小勇吃的 因为小勇啊 来这里天天都是吃快餐了 吃得太盈利了 所以说啊 今天我姐 煮了一大锅 这个酸菜一样 我就想 打包一点 拿给小勇吃 我姐不但不给我拿 还跟他老公两个 还把我轰出来 真的是太小气了 再说了 拿一点给他也无所谓啊 这么小气真的是 真的是气死我了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下次我跟小勇去吃大山 气死他真的是 还不给我打包给小勇吃 不吃就不吃 我就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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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r 快开 快开